电子烟和加热烟 政府打算收礼禁卖而不禁食 究竟会出现什么状况呢 其实如果真的这样的话 我就相当担心 其实在整个消费的逻辑上面 如果你是禁卖的话 当然了 到时如果仍然是在吃电子烟的人 他们就 在整个消费的逻辑上面 如果继续想吃的话 他就会用一些其他渠道 大家都知道 其实现在在网购速递相当盛行的情况下 你说会不会有人 是真是透过这些方法 去购买这些电子烟呢 而他如果用这个渠道的话 其实香港海关或者控烟办 他们又需要什么的条例 去检控这些所谓的商业行为呢 为何我会这样说呢 因为其实如果到时 那些人是在网上 去下一个order去买这些电子烟 去买这些电子烟 而那个交易本身 究竟算不算是在香港进行的呢 而那个速递 由一个外国的地方 去将这些电子烟的产品 运来香港 那究竟这个行为 本身这些速递 又是否犯法呢 那再说了 就是究竟这些速递 他们有没有一个能力 去检视到每一天 数以万计的这些包裹 我进出香港的每一件都看得那么清楚 知道它不是电子烟的产品呢 而另一方面来说 卖这些电子烟给香港人的外国人 他们有没有责任去填寫得很清楚 这些是电子烟的产品呢 我刚才提出的都是一挪的问题 当然啦 就是我不需要解答的 因为我不是政府嘛 但你问我政府它有没有一个解答的能力呢 我觉得它绝对有的 我估计在未来修例的过程里面 它将会讲得更加清楚 但我自己个人觉得 如果你说禁卖而不禁食 这个做法呢 这个做法呢 其实呢 跟现有的那个香烟制度 其实都有一些分别在 而且呢 相对来说 是令到执法人员更加难去执法的 因为现在呢 其实对于香烟的一个控烟版的执法呢 就是譬如在一些公众地方里面吸烟 在一些酒楼啊 茶餐厅啊 你不可以吃烟 如果你吃的话 就基本上可以票控你的了 但未来来讲呢 就变得比较奇怪的就是说 你见到人在街上吃电子烟 如果譬如说一年半左右之后 那照计一个正常的 就是一个个人使用的电子烟的产品 你无理由买到全屋也是的 那你最多都是吃多一年半左右 那如果之后你仍然在街上吃电子烟的话 其实会不会某程度上 都间接反映了你已经参与了一个非法行为呢 而警方或者控烟办或者海关来讲 其实如果从正常的逻辑推论呢 一个查案的一个所谓一些的线索 都应该很怀疑这些人呢 他们购买电子烟的来源在哪呢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其实这些人是不是会遭受这些所谓的 检控机关的或者一些调查的机关的单位 他们的调查呢 在在真的太多问题了 今天可能讲不完 不过不要紧要的 我觉得政府基本上 其实他今次提出这个做法 虽然这么多争议 不过我估有我相同的问题的人 应该在街上何其多 那未来几天就看看他怎样拆局了 今天跟大家谈到这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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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